压片战争以前的清代,厦门可谓尽得发展之优势,由于发达的贸易活动及货物运输,造船业等兴起,厦门成为闽南政治、经济的中心都市。 当时,厦门已有居民20万左右,由于城市人口增长,原本地窄人愁的厦门,自然物价也随之高涨,长期从事海洋贸易,风险系数很大,沿海人家除了在族内兄弟间进行过季之外,另多有养子习俗。 例如,同安宏堂济世,其族中不仅过季者多多,且有多户有养子或养女。 在世大夫眼中,养子之俗也带来了一些弊端。 清代,厦门的水仙宫一带已成为港口船运体积贸易的中心地区。 当地洋行,商行林立,船之齐步,庙宇众多,热闹非凡。 当时的快园,为水师提督官邸的府院,为福建著名园林之一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清代厦门岛上的花园庭院已相当普遍,养花造园,蔚然成风。 至道光时,最重要的外蓝流毒则当属随英国等殖民国家带来的鸦片, 虽则官府极尽令,而渔民不幸,性命已知。 清代,厦门湾贸易在前期至中朝都有相当的发展与兴盛, 但同时,清朝廷也进行了相当的限制。 由于朝廷的限制以及天灾人祸, 共同造成了下冷商船的日渐减少。